嘩,好棒啊 小心,左邊有很多蟑螂 怎樣?好黑嗎? 對 這裡只有梨子 這次我們去 淡江山 牙櫻洲頂 試一路線是 我們先會在青衣的長雲巴士中站出發 沿著鏡尾街上到淡江山 之後下山去到青泉路 我們過去長安村 由長安村直接上到牙櫻洲頂 最後在青衣站結束旅程 全程都是2.1公里 Hello,大家好 皮巡小姐 今天我們選擇了一條很適合下天的路線 因為一來天氣很熱 二來近來經常下雨 下雨也不得止 而且是早上才會下旁河九屎的大雨 一到下午就立即極度好天 就像現在這樣 是藍藍天空高掛我的夢 所以對於走西地獄港 已經不知道再選擇什麼地方可以走 又怕走下的時候下雨 還有天氣熱 所以都選擇了一些十分短的路線 所以今天由於天氣 今天早上下了很大雨 今天真的好像大雨一樣 是呀 今天早上是紅雨這麼大 早上 我們都心想起 今天都應該到鹹柳山 所以今早上我們去了哪裡 去上體能班 是呀 今早上我們上了體能班 下午後又是藍藍天空的時候 我們才會出發去走一些很短的路線 誰知道我們上完之後 又真的有藍藍天空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條 是青衣的短線 簡單的 是的 就叫做淡江山 它都很適合夏天的 因為它好像是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上到去 它直接在民居附近 所以就超方便的 撤退都很簡單 不過那裡有一個壞處 就是很密很密吵的 你知道那些很簡單的路線 我就不算特別很有興趣 這條路線就有少少挑戰性 叫做 所以就打算去一下 雖然它路程短 我們都順便會去那個牙櫻州 我去附近的 不是牙櫻山 牙櫻山是泰嶼山 那個叫牙櫻州 真的只有很短 希望我們今天就探路成功了 YES 首先我們來到長雲村巴士中站 然後我們向著迴旋處的方向走 見到迴旋處 我們向左走上去鏗尾街 我們要去那條樓梯 因為這裡有個位置 所以我們要跨過這裡這樣過 沿著鏗尾街走 很快就可以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要跨過去 跨過了之後 就要向前 就會見到左邊有條樓梯 我們要上去 這條樓梯就不算太長 很快我們上去就可以見到樓下的景 這裡還有一張椅子在這裡 似乎居民會有上來神聞的習慣 準備到丹江山山頂了 是啊 是很快的 這座山只有125米 你想有多久 雖然它路程短 由近時去 但是絕對不代表它容易走 來了 嘩 正啊 你需要電筒嗎 不用 我有電筒嗎 其實我也有 是 對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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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左邊有很多蟑螂 這棵樹 喂 你不要跟我說 喂 喂 喂 是 是 我們沒有人做的 是的 是 嘩 嘩 嘩 這裡是鑽石道 這裏 這裏不能留很久 不要停 底部有很多蟑蟲 應該 哈哈 好密 那些草 哇 給些粥一點 好難搞啊 這裡 對的了 有絲帶了 看到很漂亮的 我們先去標高處 喂 走路快到了 很快 很厲害啊 PP 這麼快走到來 隊長 隊長厲害 隊長英明神武 什麼啊 但不難走啊 這條路 不難走 是什麼 但很蜜草 是蜜草 他們很快就上來了 我們幾分鐘就上來了 真的 雖然就不是很容易 不過幾分鐘就上來了 你想怎樣 我也是自在上去 和楊光玩的遊戲 看完開人景之後 試試後就下山了 在他旁邊就有條路可以下去了 值得注意的是 這條路有超多蟑蟲 所以進入草叢之前 大家一定要噴蚊拍水 這裡很多蚊 而且下去也很邪 咦 我們接駁了整個 引水道 好快 好邪啊 單止多蚊 還有很多東西多 很多蚊 超多的 但這裡的蚊不算很多 起碼我現在都沒有痛的感覺 不是啊 你噴蚊太醜了 不是啊 連我的臉也不放過 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這裡 什麼啊 你看看什麼 好 你看看這裡 很多網 今天夏天當然多蚊子 還有這麼蜜草 它在這裡也理所當然 可以站直地走山已經很舒服了 你看看我們在山洞的時候 多辛苦 是的 山洞雖然需要蹲下 不過就好玩很多 這麼青 小心有隻馬鹿 這裡有隻馬鹿 不會踩到 這個馬鹿 這條東西就是馬鹿 好像蜘蛛一樣 好像蜘蛛一樣 我們一直沿著引水道下去 很快就可以下山了 來到這個位置 一定不是上去 但下去這裡又不是 因為呢 是一堆石 我懷疑是這裡 我們是去這邊的 這裡可以繞個圈 但是這裡直去 是的 但是它的引水道 都四通八達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 才好走 要不然 你又要在這裡繞來繞去 又要給蚊咬多幾口 對嗎 不知為何剛才落落走 又要再上去 但這條路是對 真的要這樣走 總之看著方向走 就可以了 我們用了多長時間 我想一個小時 有蝙蝠果實 有蝙蝠果實 可以怎樣 糟了 這裡這樣 鎖了 直接爬上去 對於我這些腳端的人 跨過道門出來 真的很不著數 我們現在完成了第一個 湛江山 因為湛江山實在太短了 所以我就安排了另一個 去承認的叫做 牙英州 去買的 剛才湛江山 最煩的就是 出海的那個站口 因為海不太高 所以那裡減了很久 YES 所以牙英州很短 但我們要穿過很多個村 才去到 是的 要穿過很多個村 才可以去到 出了順道之後 我們就走去那邊 牙英州 好像地圖上是沒有路的 但前人有走過的 所以我會根據前人的鐘式 就會走上去 我們由淡江山那邊 一直走到長安村 都很快 走過對面馬路 我們就要去 長安巴士總站 穿過巴士總站 我們會去到長發村 走到盡頭 我們要轉左 之後我們會見到 牙英州街變電站 我們繼續走 踏入青徑路 這日他又最開心 走下山 有得喝汽水 來到這裏向左 我們踏入牙英州花園 見到沙太極的站 我們向左走 這個紅紅紅紅紅的告示牌 旁邊就是我們的上山位置 開出一直都是石屎樓梯 明顯地就是起來被人仇運 之後就要沿著引水道向上走 很快就會見到這個大草地 不過這裏並不在山頂 怎麼了?很累嗎? 大腿很累 你們跟人家說 我們今天做了什麼才來 他現在在埋怨我 早上去上體能班 這個就是要摸槽 是嗎? 這個這麼短的山頂 其實就是方向上 方向就是這邊 所以應該這樣圓圓的 這裡有一點山頂 我們已經到了山頂了 神經病 你看看 這棵東西是表高層的 看來 沒有東西看 到處都是這樣 我覺得剛才那個草地 也挺舒服的 這裏只有來自 這裏只有來自 這裏都是神運的 對 是呀 可不可以現在呢 你要下山嗎? 是 不錯啊 不是啊 探索一下這些 在住宅附近的那裏 樓下那裏已經是休憩的 神經病 他們心想 我以為我們是靠靠靠的 站在旁邊 那裏有人 那裏有報警 應該就沒什麼人在這邊上落 不過我志在 不想沿路上沿路 說這麼快 我們的旅程 已經尾聲了 這兩座山 柴魚回頭過來吃幾開心 但如果專程過來的話 你應該不是這樣過癮 因為路程實在太短了 太好了 我的 旁邊就是青衣城 沒錯 這裏前面就是青衣城 今天是這裏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拜拜